在这个打斗过程中我们从视频那个外面那个走廊监控视频里面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知道吧但是他又没有效益就职无效打致了我们的小外甥死亡 处理完后事我们把它动到那里 直到我们一开还一直他没有派一个代表 可能说就是学校和相关的教育局领导部门 没有一个人去就跟学校把民事的了了 那就说刑事了吧就是那三个造势的学生那是刑事 上次我们这个案件都移交心理大力了 他必定是一个大力案子移交了 目前我们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 已经立案了对公安机关的调查 他的结论还没出来到时候我们也会以公安机关的结论为依据